歡迎收看本週的新竹房市焦點 很快的時間來到了3月的最後一週 也即將要準備迎接清明節連假囉 一起來看看本週要為您介紹哪些建案吧 首先要為您介紹的是尚德樂居 尚德開發尚德樂居道案基地坐落與關西鎮光復路旁 位居關西鬧區商圈 進關西交流道 學區為關西國小與關西國中 本案規劃地上7層 地下2層 總戶數88戶 零店面 純住家 室內坪數為28坪2房 30坪2加1房 32到52坪3房 訴求清明房價就能享有高規格高品質的居住環境喔 美居建設美居千里大岸基地坐落於 頭份市攻北一路與公園5街口 鄰近竹南運動公園 竹南站前商圈 苗北一文重畫區 學區為信義國小 頭份國中 規劃地上18層 地下4層 25坪2房 42坪3房 50坪4房 含店面4戶 共207戶 採用泰格木地板 偷偷衛浴 搭配HandsGrowhe 5金 有興趣的您 請趕緊預約喔 昌和營建機構橫顧建設 長春首席大岸基地坐落於 新竹縣竹東鎮敦目街2巷 鄰近長春商圈 榮華車站 68快速道路 生活機能便利 本案規劃地上7層 地下2層 格局為25到28坪2房 35到37坪3房 28坪2加1房 39坪3加1房 總戶售89戶 圍林店面 全住宅的產品喔 最後為您介紹的是 新建築 雅興建設新建築大岸基地坐落於 頭份市宮北三街與公園一街口 鄰近竹南運動公園與苗北一文中心 本案規劃地上23層 地下5層 24到36坪3房 42到43坪3加1房 共216戶住家 9戶店面 建材採用大雅儲具搭配林內三機 衛浴為美鏢衛浴 訴求公園手排的飯店清豪宅 是雅興建設在竹南的代表座喔 今天的節目就為您介紹到這邊 預祝您有一個愉快的假期 下週也請記得準時收看喔 我們下週見 掰掰